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台湾产业趋势报告 Big Data 大未来 从个人电脑的发明 网际网路再到云端 电脑科技跟人们的关系 真的是越来越紧密了 而大数据这个名词Big Data 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面貌 这个全世界备受瞩目的新概念 新机会 在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进一步的来认识它 大数据是一个您现在也许会觉得有点陌生 但是未来将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名词 美国是把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 把它视为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 那么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他口中的Next Big Thing大商机 就是指的物联网 预估的商机将可以达到57兆台币 而物联网也将会衍生出倍数成长的大数据 怎么样可以把数据炼出黄金呢 那就是目前企业极力发展的方向 现在大数据的运用 从预测天气 医疗 电信 甚至金融无所不包 还有预测犯罪热点 连当前人类最大的危机 伊波拉病毒都可以藉由分析大数据加以防范 简直就像是21世纪的黑死病 伊波拉病毒肆虐西非 死亡率高达七成 这是一场人类不能输的战争 特别的是Big Data大数据分析 竟然成为这场战役中一大利器 西非当地许多电信业者和跨国卫生组织合作 提供非洲当地居民行动电话通讯资料 透过Big Data分析工具 画出居民的聚落地点 移动地图 预测病毒散布的位置 甚至可以提前部署 需要足够医疗资源的重灾区 联好莱坞也拥抱Big Data 电影复仇者联盟卖座的秘密 除了卡斯 就是和IBM合作 监测社交网站对电影依告的讨论 截取其中关键讯息 判断网友意向 电商可以更改结局甚至为一条内容 果然最后这部片大卖 成为全球影史票房第三的卖作家片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云端机房 这一整排的伺服器 可以储存上亿万笔的客户资料 而其中可以分析出精准行销 以及其他的有用数据 这就是Big Data的主要运用 美国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 视为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 但什么是大数据 数据又从哪里来 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生活 看的吃的用的统统被记录下来 这就是数据 以往企业将这些数据存在云端资料库 但现在试着从数据中提炼出黄金 也就是预测消费者行为达到精准行销 台湾的产业今天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的怎么样从ICT的硬体转到软体服务 那你要提供服务 第一个要坚决 你要对你的顾客要了解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 三度再造的PC大厂Acer 创办人施政荣喊出BYOC自建云 将软硬体整合服务视为重申契机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口中的Next Big Thing大商机就是物联网 相关市场商机预估可达57兆台币 而Big Data就是物联网产生整合而成的数据 未来数据资料只会越来越多 谁能在小细节找到大商机 可以说是在下个世纪 得以成为产业领头羊的最大关键 你要把那个connectivity连接性 要把它推到前面 那就是物联网 物联网是五年十年以后 是以英文来讲The Next Big Thing 在国家公共建设城市行销也是如此 他是南韩首尔资讯长金锦瑞 智慧首尔行动首尔的推动者 首尔率先打造智慧城市 要从大数据分析 找出最节省人力物力的试证蓝图 从脸书打卡资料进行分析 一个推荐观光景点的APP 乍看简单 背后却是串联十多个官方民营单位资料 加以分析给使用者最简单的平台 专门分析海量资料的大数据分析师 也成了IT产业前五大高薪成长工作 烫金人才企业增强 在台湾起薪可达五万台币以上 在美国年薪四百五十万所在多有 但正在面临产业转型的台湾 如何在这场大数据分析中占有利基点 首先最大问题是人才不足得革新教育 这个domain的人我们也有 需要有懂分析 我觉得我们也有 需要有懂快速处理资讯的人 计算机科学我们也有 不过难在哪里呢 难在大家三个要做整合 所以要把这件事做 是需要设计一些学程 大数据运用从预测天气 医疗电信金融无所顾包 甚至预测犯罪热点进而事前防范 未来需要软硬体革新 以及上百万大数据分析人才 在全世界竞赛优化产业 及公共建设的时刻 台湾不能落后